请哼起别问我是谁 一定会想起这首歌的原唱王欣平 一代与女歌手的形象在脑海中呼之欲出 那圆润的歌喉 清新脱俗的相貌 令人过目难忘 王欣平1969年出生于香港 毕业于台湾政法大学新闻系 他足于乐圈 源于他的家庭背景 王欣平的父亲王宇 母亲林翠 舅舅曾加多数港台地区 赫赫有名的电影人 正是受了他们的薰陶 再加上天生的一副圆润歌喉 使得他成为众多唱片公司 竞相追逐的对象 1993年 他签约宝丽京唱片 推出首张粤语 大碟雷的WONG G并正式宣布进入香港乐坛 第一主打为在你走的一天 就令他得到TVB 十大进歌金曲 最受欢迎女新人奖的演讲位置 同年6月 他推出了首张国语 大碟别问我是谁 正式进军台湾乐坛 这首歌令他得到台湾 金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 此专达台湾销量达60万张 成绩不容小觑 同年9月 唱片公司为他推出了第二张粤语大碟 其中不要慰问 韩冰这两首由C Y Hone 为Linder所作的歌曲 令他得到了商业电台 赤扎乐坛 心力军精奖及港台最佳女新人金奖 这张专辑还特别加插手张国语 大碟的同名主 大碟问我是谁 一时间 别问我是谁 红遍街头巷尾 1994年 他与台湾歌手高明 俊和唱的金声注定 占据台湾KTV排行榜高达8个月 此歌与许志安唯独一事不可取替 郑秀文冲动点唱机黎明诗 感恨感爱是同学改编 同年4月 他又推出第三张粤语大碟理想情人 同名歌曲理想情人 在流行榜的位置相当不俗 同年 他与许志安及黄秋生合作 拍摄了首部电影《梦差人》 来年 他又与郑家影 曹武林 陈一鸣 泰迪罗宾合作拍摄电影《湘江花月夜》 与任达花合作拍摄电影《热线追击》 可谓影视歌三期发展 他还曾翻唱或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此歌为电影《湘江花月夜》的插曲 可惜其后 他因父亲和珍妮的上位恩怨激化 导致他与珍妮爆发经历人合约纠纷 更闹上法庭 他回忆 那段经常上法庭的日子真的很痛苦 很难受 最后法庭判双方的诉讼也不成立 其后有一次Linder偶遇珍妮 主动向珍妮道歉 又请他吃饭及珍茶向他道歉 可惜他还是与珍妮 且除了嘉平制作原地的经历人合约 1996年 没有经历人的他于同年三月 推出第六张月与大碟著迷 主打快歌著迷 亦曾入选十大竞歌兼曲的推荐 同年四月 推出第四张国语大碟受害者 第一主打为《满歌受害者》 这首歌是他当时在合约纠纷中的心情写照 1997年的快歌男人都怎么样 在流行榜的位置相当不俗 此歌亦有小男人mix版 此张专辑还翻唱了谭永林的《最爱的你》 此新曲 精选大碟亦是他在保利金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 同年八月 他与沈殿霞 吴梦达 莫少聪 吴勇为合作了电影《喜气逼人》 之后与保利金唱片正式约满 1998年 与保利金唱片约满的他几乎绝技香港乐坛 这段期间他为爱是聚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 演唱其主题曲《梦里》是谁和插曲《爱债几十孩》 1999年 他与台湾经纪人陈世荣签约 加盟台湾坎城唱片 并约同年12月推出第六章《国语大碟大碎新平》 决心转战台湾乐坛 不料 因为坎城唱片经营不善 及其继母王坎珍发生荒外情而影响了后期宣传 使得此专辑已成为他在园乐坛的最后一张专辑 王新平的父亲王宇有过两次婚姻 1968年 与影星临却在香港结婚 生下王新平及另外两个女儿 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六年 其后 王宇于1981年 敌于当时仅21岁的华航空姐王凯珍 在夏威夷闪电结婚 可惜这段感情还是发生婚变 并闹出了王宇报警 上门捉奸分居太太丑闻 虽然当时王宇也渐退电影圈 可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2001年 王新平嫁给李嘉辉后 但出演一圈 李嘉辉是香港金融富商 婚后非常疼他 曾为他办了张刷卡无上限的黑卡 令人羡慕 只可惜二人婚后母子嗣 三四人工手蕴均失败 曾有无良媒体报道 王新平先前为郑嘉莹堕胎次数太多 导致不能身孕 但郑嘉莹出面否认 郑嘉莹与王新平六年的爱情 在圈内曾也是家话 狼杀女帽 王新平更是对这段感情和互有加 只可惜郑嘉莹在圈内一向被誉为花旦杀手 此前与其传过绯闻的女明星邓翠文 周立奇 舍施曼等 都是合作排序的当家花旦 王新平的父亲觉得郑嘉莹是渣难 对这段感情极力反对 无奈两人最终分手 现在 郑嘉莹与年仅23岁的90后 港姐冠军陈凯琳 因合作电视剧将擦出了火花 感情甚好 今年 已47岁的王新平 似乎有付出的趋势 只是重新登台的她 一百往年的玉女形象 一切身微力服 凶俨然垂到了腰界 令不少网友唏嘘 歌声依旧动听 但是已注与年龄实在不符 四档工艺节目播出后 更是收到了八字投诉 全都是斥责她穿住泰暴露 不过看得出王新平 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 还是保养有佳 白皙的皮肤 前吐后翘的身材也爱来无疑 身为富泰仍旧自立更生 还是要为她的勇气点赞 在小鲜肉刚到的今天 仍需要经典老哥霸占我们的耳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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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